鱼我所欲也 孟子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 亦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 则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欲莫甚于死者 则凡可以避患者 何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 事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悟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誓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悟丧而 一单时 一斗羹 得之则生 福得则死 忽而而语之 行道之人福寿 促而而语之 岂人不屑也 万中则不便理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合家焰 为公事之美 妻妾之凤 所使穷法者得我于 向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公事之美为之 向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妻妾之凤为之 向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所使穷法者得我而为之 事意不可以以乎 此之位施其本心 一文 于是我所想要的 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 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 那么我就只好放弃于而选取熊掌了 生命是我所想要的 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 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 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道义了 生命是我所想要的 但我所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 死亡是我所厌恶的 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 因此有灾祸我也不躲避 如果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没有能比生命更重要的 那么凡是能够用来求得生存的手段 哪一样不可以采用呢 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 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办法 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 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 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 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 由此可见他们所想要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 有比死亡更严重的是那就是不义 不仅贤人有这种心 人人都有 只不过贤能的人不丧失罢了 一碗食物一碗汤 得到他就能活下去 得不到他就会饿死 如果生气凌人的呼喝着给他吃 饥饿的行人也不愿接受 用脚踢给别人吃 就连乞丐也会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高官厚禄却不便是否合乎礼仪就接受了他 这样高官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是为了住宅的华丽 妻妾的侍奉和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 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 现在就为了住宅的华丽去接受了他 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 现在就为了妻妾的侍奉去接受了他 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 现在为了认识的穷人感激自己接受了他 这种行为难道不可以停止吗 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本性 住室 义 也 欲 喜爱 对间两种东西都得到 舍 舍弃 取 玄取 慎 胜于 于必 故 所以 因此 苟得 苟且取得 这里是苟且偷生的意思 恶 厌恶 患 祸患 灾难 辟 通必 躲避 如是 假如 假是 知 用于主位之间 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无实义 不易 莫 没有 则 那么 凡 凡是 一切 得生 保全生命 何不用也 什么手段不可用呢 用 采用 唯 做 而 但是 事故 因此 非独 不止 不紧 非 不 不 紧 贤者 有才德 有贤能的人 是 此 这样 心 思想物丧 不丧失 丧 丧失 丹 古代成食物的援助器 豆 古代一种木制的成食物的器具 则 旧 福 不 得 得到 忽而 呼吓轻蔑地 对人不尊重 忽而与之 呼吓着给他吃喝 而 语气注词 李记坛公记载 有一年起过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钱敖在路边施州 有个饥饿的人用衣袖蒙着脸走来 钱熬吆喝着让他吃州 他说 我正因为不吃被轻蔑所给予得来的食物 才落得这个地步 行道之人 饥饿得过路的行人 醋 用脚踢 而 表羞是 不屑 因轻视而不肯接受 万中 这里只高位厚禄 中 古代的一种凉气 六湖四斗为意中 便 同便意为辨别 何家 有什么益处 何 借此结构 后置 公事 住宅 奉 侍奉 穷罚者 穷人 得我 感激我 得 同得 感激 与 同于 语气助词 相 同向 先前 从前 以 停止 本心 指本性 这里指人的修恶之心 等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